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控制盐分和动物性脂肪的摄入 食盐的摄取量一天不能超过10克 动物性脂肪和糖都尽量少吃 而蛋白质 食物纤维 维他命等 以及矿物质都不能摄入过多 第七个就是制度的运动预防老年痴呆 坚持体育锻炼也是预防老年痴呆症的一个办法 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腰部和脚变得强壮 手的活动也很关键 可以经常做一些复杂精巧的手工 有助于大脑的活力 像烹饪 写日记 催促乐器及画画的 都可以有效的预防痴呆的症状 第八个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不要过度的喝酒抽烟 形成规律的生活可以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 过度喝酒会出现肝脊肌能障碍 脑肌能失调等 如果一天喝酒量达到了0.3升以上的话 得脑血管性痴呆的几率就会增高 而抽烟的不再会引发 脑血管性痴呆